首先呢 我没有恶意啊 我一不上他的视频 二不点名道姓 这说实话做点满满都不容易 尤其是在现在的哈尔滨啊 两天了 好几波人圈我看他的视频 昨天日子特殊 咱不能发啊 今天发了啊 隔空喊话 那个叫什么酱什么姐的啊 我看你资料你没我大 喊一声老妹吧 你是真狠哪 这大葱胡子战将就给干下去了 还有那个什么婆婆丁 也难为你这大冬天 你在哪逃走来的呢 这老长大梗子 那康康蘸将就给造了 这不苦 你为了卖点大酱 你犯不犯得上啊 你还省了 啊我自己在家吃了 我给谁丢人 是 你在自己在家吃 你咋是都不丢人 你就是吃完酱 你把碗造他 那都没毛病 是不是 你别录完发平台上了呀 你发出来他不就丢人了吗 而且是丢的咱们东北人的脸 丢的是咱哈尔滨的颜面 那你不知道 现在他有一帮坏种 这憋这么黑东北吗 拿个酱碗 能啃光绿化带撒船出来的 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 是不是 你摸着你的良心 你说 你平时你是这么吃饭吗 你 是 这两年哈尔滨日子过得不太好 哪哪效益都不好 这卖点东西啊 求爷爷告奶奶的 都老费劲了 但是你说你这样哗众取宠呢 你真能卖出去吗 那都是看热闹的吗 那就是有点赞的 说实话 在这也没憋着什么好 好话呀 你想卖大将可以 你讲讲大将的历史 什么摩河族人 怎么重斗治将啊 什么诺尔哈士怎么领兵打仗 收集各部落的大将筷子做给养啊 是不是 你讲这些 对不对 你再讲讲 什么咱们解放初期 咱们东北人上山伐木 下井挖煤 为了节省点时间 中午带点大将对付一口吃个饭 这不都能说吗 这不都比你吃那大葱徐子 婆婆跟丁 再不 你给大家讲讲 那为啥非得四月初八下这个 这下大将都有啥说的 啥叫盘将 你给人解释解释 这不比你抱个大将冈 啃大萝卜墙 你的大将再好啊 说实话也只有东北人吃 这最远也就到山东到头了 这四川人家吃辣酱 广东啊咱不懂 人可能吃沙茶酱 这饮食差异 南天北闲 你说你整出这出来 只能叫人家外人笑话 自己人嫌弃 一千多的点赞 五千多的留言 这不用问 私信你的肯定也不少 还都没啥好话 你说你图一个啥 就这头乱吃 你说吃不好 你再把胃吃坏了 这俗话说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视频卖那点玩意儿 让人挣的钱够看命吗 犯不上 你要不会说 你私信我 我帮你写两个 放心 咱啥也不要你的 只要你别再糟惊自己 还丢了咱哈尔滨人的脸 那就行了 听见了吧 私信我 私信我 我帮你 行了 今天就说到这吧 咱们明天再见